直接去找你們就OK了 他說Ano有給他記錄的 他就要打來退回資料 他說他沒有我的電話沒有我的資料 他說不可以謬謬言 但我的電話怎麼會沒有呢 要不然他怎麼知道我會直到家 我都一個迷來的 所以這件事就是之前有說過 就是說Ano走了 然後拿完資料 這個是網上傳的 但是這件事已經看到 是因為POWER沒有了之前的所有資料 而剛好Brian又找回他 他就說原來你是我的客人 你快點給我所有資料 然後我再隨便說你剩下多少圖 應該就是這樣 其實他一直以來說我 他打來那晚1點20幾分 我都很奇怪 雖然我還在做事 他就說你知不知道 你害到我沒有了份工 我心想不如我請你 做什麼啊 要不要這樣啊 我說有什麼大件事 如果師傅這樣解僱你 我都很奇怪 有什麼不關你的事 我真的一路都不明白 為什麼POWER要因為我找他 說要上回 剩下那些課 然後累到他沒有份工 那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POWER兄 就是真心幫我 爭取了這件事 師傅不喜歡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兩個 想想想 不要啊 這樣虧了幾萬元給他 不如把他拿去算吧 我不知道誰 我希望兩個都不是 然後就跟我說 喂打回來 你不用上來啦 原本就約了 上來談的 然後他說 那你不用上來啦 然後我說 蛤 那你想怎樣 那是不是要 擺出來談 拿回公道 你喜歡投訴就投訴 然後就吸了我線 這一句 其實我就在我腦海 不斷回旋了 我不知道回旋幾多個月 我的習慣 起碼是上年的 我個人都應該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想這樣 如果他是想這樣 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如果POWER 他這樣說得 其實我告訴你 很多人都是 當他講完這一句 你夠過吧 不過就算吧 有些人其實 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就當是跌了錢就算了 真的很少人 像Brian這樣說 之後不是因為錢 而是因為一口氣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會因為一口氣 就肯不下 你明白嗎 錢可以再穩 一口氣 你這樣被人冤枉 有些人是真的不行的 就像我 Brian 你一是被人冤枉 一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 你一定要出來 說回頭 其實 如果師傅有聽到 我也想跟師傅說 其實我真的不是針對 誰的 我就是覺得這件事 太失望了 如果是這樣 我一直以來真的想買你 那不是答應了嗎 我之前跟阿朗都說 想多十多課 買多二十課 買夠去 三個月 那些叫什麼 七十幾八十課 那就慢慢上了 他還跟我說 當時跟我說 喂 以你這樣的速度 一個月上了兩三課 或者真的沒有時間 去香港 哇 真的好像上一年了 至少年幾兩年 你就慢慢上了 這一句 在我裡面 就是我一直認知 就是真的 不需要有什麼 半年的會籍 是跟我說半年 那如果他半年會籍 他明知道我一個月 上得那一兩三四課 怎樣上救他呢 那你一不就擺明 我上不夠 你就要forfeit 一不就 其實你就 事大一個說謊了 那我也都不去推敲 誰說謊了 總之整件事 擺出來就很有問題了 說多一次 那些人經常都說 他投訴 不能投訴 他沒有black and white 去寫明 他買了多少課 就算胡蘇魯說 我一課三萬 都要照鏡 因為 都是那句 他出廣告出來 有寶良國 有東華三 以為他是大慈善家 原來 就是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 啊 是 有人提醒 Brian 十分善意的提醒 很多人 都試過 吳奮氣 上去 最後幾堂 我聽過什麼呢 推空100公斤 明明不夠 好像 很瘦的人 上去推100K 當然 現在已經沒有五手推空 因為 人手短缺 沒可能那麼多人幫你 頂窿兩個人幫你 推空100公斤 要是你飛腹40磅 要是很瘦 要是很瘦的 上面哪會有大隻的人 很瘦的人 飛腹40磅 要是你做tricep extension 就是一動過的 最後是什麼呢 雙肩膀 雙關節 玩你 最後 很多學生 會告訴我 最後多上一兩堂 因為我不想虧 你給七千多元上九堂 都是錢 整個月的工 你上完最後幾堂 他最後是這樣跟你玩 飛40磅 喂大哥 你什麼的bodybuilder 才可以飛40磅 你一個弱質 尖尖的走上去飛40磅 大家看片都知道 他那些人是挺弱的 那個身材 有什麼理由飛到40磅 你做tricep 怎麼做成動 再加上你做 推空 你肯定一個空都不會推人 做100K 就算我給你胡蘇魯華 沒問題 我們錯了 你照上來 你也是玩自己 最後怎樣 那些人連幾堂都不上 那些錢呢 代代平安 所以 沒有白紙黑字 一開始寫明已經很吃虧 再加上一些受害的人 不肯出來說 就越來越多 所以為什麼 那麼多人受害 而他們仍然是盆滿盆滿呢 大家是知道有原因的 而Brian真的是第一個肯說的 之前有很多聲音 有電話有錄音 他傳過來 但是我放不出來 因為第一 我不可以確認那個人 究竟是真還是假 第二 他說的可信性 我不知道對不對 而Brian真的站出來的時候 即使他說的話 是真是假 是非 他起碼整個人和我出來說 而他沒有現在說 我想要錢又不是 我想要課堂又不是 我只是想要公道 究竟這件事 是對還是不對 究竟是你錯還是他錯 如果是胡蘇佬錯 那你就代表整間學院出來 跟Brian講清楚 如果你說 Brian你冤枉我 你和Jacky兩個坐在這裡做戲冤枉我 這樣你就出來告訴我們 喂 你們兩個冤枉我 我告你 我找人動你 我之前也收過我的電話 你有沒有聽過 有人打電話來我 然後講粗口罵 你不要再搞啊 胡師傅 然後講完粗口 問候我全家 然後就馬上去報警 去了 新的那棟尖山 油麻地 所以呢 沒錯 太多的負面 就會令整個健身界 但是呢 就是很沉寂 而且在退步 這個就說他想 沒有 所有的受害者 真的不會肯出鏡 說真的一句 你真的很少人不會肯出鏡 這麼多年 都還這麼多人肯相信 是很大的問題 不是 因為他那個 Marketing 做得實在太好了 大家只看到他表面那一層 因為 他吸引那些 是不懂健身的人 你看到他 每個好像有六塊肌 餓回來的 只是他餐單 大家都看到 你吃雞胸 吃菜 吃飯 喝水 誰不瘦 旁邊還不斷跑機 一、兩小時 一、兩小時 一、三轉 一、兩小時 你怎麼可以不瘦呢 營飲不良 還可以 接著 基本上 要說的 我看到有一個 3萬人 3萬人 水面有3萬人 3萬人 上去LCSD 虛心點 都可以 找些師兄教一下 有些 健身啊 那些什麼 我先離身 我跟Jacky 沒有任何關係 我今天是第一次見鬼 我昨天才認識 昨晚一認識他 我就放了上去 我也沒有加入他的任何 course 雖然我也有興趣 先離身 他也沒有給我任何利益 我也沒有給他任何利益 大家不同行列 所以 沒有給不到任何利益 用文字寫出來 怎麼用文字寫出來 我最討厭寫字 你看到我這麼少打字成的出片 你就知道我不喜歡寫字 文字寫出來 我也寫了一百幾兩百字 一個帖子 就被人刪掉了 我寫了 我現在很累 寫字 我那個帖子 我又放了出來 在下面 被人刪掉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刪掉別人的留言 如果你是沒有什麼 那你就回應 為什麼要刪掉 是不是 刪掉 刪掉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可以逐個去 就是說到自己這麼大量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 其實因為這件事 我也有了解過 那個 就是 online marketing digital marketing 就是他在做 師傅在做的那些 其實你細心卡下去 他那些人的 那個 Facebook那些 其實你要十個八個 其實 我們從來 都只是打手 就是 客觀我的分析 我不代表任何 其他人 但是我自己看法是這樣的 那我 那我 好像 特別是這半年 其實我這半年 都沒有去看他們的東西 我回來 因為這件事 我才看Facebook那些 其實我一看下去 就知道 應該 幕後有些高手在做的 就是 Digital marketing的高手 因為我在其他地方 都有做這些 總之你按進去 他的朋友 全部都是 模特兒 又或者是 他的 profile pick 是隨便一張 風景照 然後沒有朋友 你正常 他不會搞那麼多 去 避免自己的朋友 你一進去 就算有 三四百個 全部都是 模特兒 其他奇怪怪的人 沒有什麼 出帖子 只是分享 你就知道 那些是假帳 不過 不是很多人 是這麼有 這麼有 耐性去的 去做這件事 現在我們看完 留言 就可以 所以 如果大家 看到這條片 如果你現在還看到 一百八十幾人 你看到這條片 你不用like 這條片 這條like 沒有什麼意義 你share這條片 出去 給其他健身的人 也好 不健身的人也好 總之我們不是要找 對還是錯 我們是要找公道出來 OK share這條片 不用like 你like了 我都不會有什麼得益 你就這樣share 就可以了 你可以 現在留一個comment 在這裡 你可以 告訴我們 你想問什麼 你想知道什麼 Bron 親親上去 因為他經常都說 胡蘇 經常有人說 你都被親身上來 你又怎麼知道 你的模式是怎樣 你又怎麼寫 他們是不會 理解到 真的有個人 是膽敢說出來的時候 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 有幾嚴重的 那個後果 好 這條片 我們會上載到YouTube 另外有一個鏡頭 在你旁邊 大家看不到 我們會把整條片 放上YouTube OK 有人問你 有沒有覺得真的學到東西 其實呢 我上了幾堂 我真的回答不到 不好意思 其實我真的是一個 就是 你上一堂上多久 我想四十多分鐘 都有四十多分鐘 我都是兩堂 正常人家一堂二十分鐘 差不多 你拖一下 喝一下 喝一下 因為要喝麥 喝麥 有沒有喝奶粉 喝麥就是喝麥 他那些奶粉 他有給你奶粉 買的 你買他的那些奶粉 我買他的 即是他現在也有賣奶粉 我那時候有買 我現在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上到他了 即是我給錢之後 上那幾堂是有 賣奶粉的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什麼時候 都半年 九個月前 不是喔 他之前才出帖 說奶粉傷害人 叫人不要喝奶粉 蛤 不會咯 他那隻杯也是在那裡買的 不只是那個奶粉 奶粉傷害人 我就不敢說 真的在那裡買的 那 還有一罐放在地下 我當年是 白 那些叫什麼 同改譯 寫著我的名字 那我想被人吃了的了 他上面的locker 我還有的 不過不知道被不被爆開了 左下角的 裡面 那 即是 我想現在他看到 他爆了我的locker 裡面有件衣服 還有剩下的褲子 我猜 因為就是這樣 因為他之前才出帖 說我們不應該學西方人 這樣喝奶粉 會相慰 相慎 相慎 OK 我不評論 如果你說技巧 方法 那些東西 因為我也都不懂 只會這樣說 我也不知道他講的 我只是說回 發生做什麼事 20分鐘一堂 可以做到多少 他說自己不會擁有我 失陪 沒有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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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吃藥是真的 講到公道說話 他第一天跟我教練 就跟我說 我們都不吃藥 不打針不吃的 這個是真的 奶粉是有喝的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是不是那些 protential的人 你有protential的學生 他才會給你一些特別的東西 OK 如果你只是一個 所謂的謠前書 他不會給你這些特別的東西 明白 全說話 對 你的奶粉應該不是被人扔掉 應該是被人吃光 應該是被人吃光 哈哈哈哈 那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呢 這個是我學生 他也是在那裡過來的 是 然後他是受了傷 是 就是傷那裡 我消失了 我告訴你 是 他傷了 然後看物理治療 那些錢 哇 真的是千千聲 這樣飛出去 是 然後又是在那裡整身 然後又走過來我 對 沒有用藥是跟新手說的 沒有用藥是跟新手說的 對 等你跟他熟一點 你有protential就可以了 是 到現在 哈哈 他差不多一年前 找我 胡蘇佬是不是旺角開那間 對 哈哈 他旺角 然後開了一間 他之前 一年前開了一間 新的 新的一間 就是 另一個師兄說的 就是 那兩個 然後 因為 其中一個 就不做事 最後被他拾了 然後回來老婆 為什麼 我知道呢 因為 他裡面 以前的人 現在已經變成了朋友 哦 在裡面做過的 不同時代 做過的 現在都是 從此 我就認識了很多朋友 上報館說 為什麼 不會上報館說 因為報館說 始終一個大集團 他怕會有法律責任 尤其是 他不會冒這些 小風險 去跟你做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 真還是假的 一個 平臨 我想他們都不會 沒有這些 險 除非是當笑話那樣笑 對 教練有 教練有沒有落 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你問一下 健美那班 就知道教練有沒有落 看得出的 你看看 他乳頭是否特別突 你就知道他 大部分都是有的 如果突得很重要的 就一定有 知道你做慈善的外表 握身手 健身界攻碟 一定是沒有喝蛋白粉 但喝開健美 健美 健美 美素嘉義 教練 現在你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是 其實我們很歡迎 特別是 胡蘇佬的打手 因為今晚 我都肯定 會有很多人 走過來打 然後 開始攻擊 Page 所以我都很期待 這班人 弄一場辯論 多面對質 千萬不可以選擇 要走樓梯 我怕他走上來 都氣喘 他經常說我肥 說我不做教練 但起碼我可以 第一場籃球比賽 因為練習四十分鐘不用休息 是否叫人不要練腳 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是否叫人不要練腳 你看我之前的 OK 有朋友在他做教練 胡蘇佬 人前人後兩個人 講一套做一套 胡師傅的手22寸 你有沒有看22寸的部分 沒有 他說 胡蘇佬 你看你快退休了 不如量一下你的手臂幾多寸 然後胡蘇佬說 這裡多人 我們先進廁所再量 然後量一下他的肥肉 然後這個要22寸 我玩身體表 朋友都沒有22寸 腳是否很有 你有沒有看到有人練腳 沒有 真的沒有 你那幾天都沒有練過腳 沒有 因為他說你走路就等於練腳 我走路就等於練腳 那我吃飯就在練手 對 沒錯 你呼吸的時候 你就在練腹 今天的片子 將來會有多些受害者出來說 慢慢會受媒體重視 其實你們越分享得多 一條片爆 一開始媒體就會重視 但是媒體說的話 都是那句 未必真的100%可信 即使像Brian 如果不是這樣 Facebook Live 他打一段影表 其實我可以改完 然後我再傳出來給你 然後就會完全是另一回事 由他本身很有火 我可以改到他是 隨便啦 隨便啦 所以被媒體搞不是不好 不過你要小心 不一看 有不然嗎 他會問我 他就要開了